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給大家帶來崩壞新窮鐵道2.1最新寶箱收集攻略 崩壞新窮鐵道招陸公館每克勞克隱私樂園寶箱全收集 則指小鳥王下一桶次元鋪滿戰利品鐵道2.1 這一批帶大家來收集招陸公館這邊的這個 呃寶箱啊小鳥啊之類的啊 那開始之前呢大家先把這個2.1的 祖先任務做完啊 不然的話招陸公館有些地方進不去 包括克勞克隱私樂園也是的先把祖先做掉 好那我們先來到招陸公館二層下方這個迎賓處這個錨點 那大家到這個錨點之後呢 欸現在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這邊的話呢是第一隻小鳥 這個招陸公館的話一共是 應該是10隻小鳥啊 他這邊獎勵顯示的是10隻嘛 好拿完第一隻來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邊東方向往前走 這邊的話呢是第二個寶箱啊然後邊上這一些集取情緒啊之類的 而會放在其他的合集裡面 我們這邊的話呢就先不管他了 好拿完這個寶箱看到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接著往前走 出這個大門下一個大廳在我們的左手邊 三個雕像後面有一個寶箱 好那麼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呢先看到小地圖右上角東北方向 往前走這邊有一個小門啊進來 好然後筆子往裡面走 這裡面的話呢是一個立體空間 進去扇門我們進來就是了 那首先在我們正前方 這一個牆的背後啊有一個寶箱 還有一個衝人塔 好拿到這個衝人之後呢來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上角東北方向我們往前走 好的這邊使用我們的衝人 走上這個牆壁 好然後呢在我們的右前方是一個強敵陣手 曼清波怪 好那麼清完怪就可以開到這一個強敵陣手寶箱了 好那麼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呢看到小地圖左上角 左上角西北方向原路返回 我們再回去摸一下這個衝人塔 好摸完之後呢大家看到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在這邊再用一下我們的衝人 好跑到牆的這一面 然後呢在我們面前這一個建築物的背後有一個寶箱 大家可以開了之後呢直接跑遠一點這邊是可以不用打這個怪的 好那然後呢再看到這個小地圖下方南方向 前方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跑過來用一下我們的衝人 然後趕緊換到這一面牆上 那麼上到這一面牆之後呢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在這邊 再用一下我們的衝人 好換到這一面牆來 換到這一面牆之後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這邊有一條小路 走過來在這個氣球的頭上有一個小鳥可以把這是我們的第二隻小鳥 好那麼拿完這個小鳥之後啊我們一起打開地圖然後右上角點擊這個返回 就可以回到我們這個正常地圖了然後還是來到迎賓出這個矛點 到矛點之後筆直往前跑 過一扇門接著往前跑 走到紅地毯往上 好前方這個大門打開 打開之後呢看到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先是一個寶箱 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呢沿著我們這個走廊接著往前走 在旁邊這個露台這有一個拼圖我們過來拼一下 好那麼這個拼圖呢先從右下角大家看到這一塊綠色的開始 這一塊拿起來放在我們上方這個地方轉一下 然後呢是左上角大家看到左上角這個拼圖拿起來 好放在這個右上角 好然後右上角這個拼圖拿起來放在最右邊 好再是左上角這一塊拼圖拿起來 放在我們右上角大家看到這個地方放在這 好然後右上角這個地圖拿起來再放在這個地方大家看到 好然後呢是上面這一塊大家看到這一塊拼圖拿起來 大家給他放在這個地方然後呢轉兩下 好最後一塊拼圖拿起來就直接放這就好了 好那麼拼完這個拼圖之後呢可以拿到一個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我們再朝著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 好換到這一面牆換到這一面牆之後呢 先看到這個小地圖右上角東北方向 角落裡面有一個寶箱 好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呢大家再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這邊的怪物的話呢都可以躲一下不用打 好前方走到底再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上方北方向往前 再用一下我們的寶箱 好走到這一面之後呢面前有一個拼圖 我們過來調查一下 它這個碎片啊會飛過去好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首先在這個按鈕邊上有一隻小鳥這邊需要拔三下 沒按到 拔三下就可以拿到了這是我們的第三隻小鳥啊 好拔完之後呢邊上這個按鈕我們按一下 然後前方就可以撿回這一處這個碎片了 好撿回碎片之後在我們前方這個地方有一個寶箱 好我們過來拿一下我剛不小心開掉了 來大家來這邊回收一下這個寶箱 好回收完之後呢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南方向走過來 補充一下我們的充能 然後呢看到這個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回跑 先去到這個拼圖啊 來這個拼圖非常的簡單就兩塊 我們直接給它拼上就好了 那這邊需要轉一下 可以拼出來一個寶箱 好然後呢把這個按鈕按一下 好開啟這個寶箱之後呢看到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 這邊有一個黃色泡泡來用一下我們的充能 走到這一面牆 看到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這邊這個怪啊繞一下 這裡的話呢是一個強敵陣手 我們過來清拨怪 好清拨怪拿到我們這一處的寶箱 拿完之後呢大家再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上角東北方向走過來 再用一下我們的充能 翻到這一面牆來 那翻到這一面牆之後呢先看到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在這個建築物背後呢有一個充能塔 拿上這個充能塔之後啊 大家看到小地圖右下角東南方向往前走 這邊牆上呢是有一個充能的 用充能往前走 這邊可以開到一個貴重家裡品 好那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呢我們直接原路返回就好了 回到這座牆再看到這個小地圖 呃左下角西南方向走過來 我們在這邊啊變一下身 好 變完身來看到小地圖右上角東北方向往前走 這邊這個怪物躲一下 然後看到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走過來這邊有一個傳送塔 好 到對岸之後呢這邊可以撿到一個這個火箭筒 大家拿上火箭筒之後來看到我們的 呃 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往前走 這邊的怪呢都可以用我們的這個火箭筒給他轟掉 但是移動的時候呢 打個比方說啊 那這一炮 移動的時候打的 如果說打歪了的話沒打中的話 我們直接往回 在剛剛撿火箭筒這個地方可以把這個火箭筒再次給他撿起來 好然後呢就有一發子彈了 那如果像我一樣沒打歪射掉了 來地上這邊子彈可以撿一下 好 然後呢把場上全部的怪都給他清掉 那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怪移動的時候比較容易打歪 好我們最好像這樣子跑到他背後來打 這樣的話呢不太容易打歪 好 清完前方的怪我們子彈多出來身上的子彈有兩發 或者以上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們這邊牆邊上有一個禮物盒子 炸一下 可以炸出來一個隱藏空間 裡面的話有一個普通寶箱 好 拿完這個寶箱看到小地圖越太角東南方向 我們再走過去 把這最後一隻怪給他清掉 就可以拿到我們這一批的最後一個寶箱了 好 那麼開完這個寶箱我們繼續下一批再見的拜拜